下集是教大家如何搏爪 收針 减針 加流洒 加波波 两粒波波或一粒波波都会教的 这集是即全低針的 首先我特意剪断条爪去教你们搏爪 我自己搏爪的方法是打劫没什么技巧 打两个平结 即是变成一个死结 这结是最简单 每个人都会打的结 打完之后再扯实它 等粒结小粒一点 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继续了 继续到有结的线会觉得有少少困难 不要紧的 你打算是在框上一下的线 就全部成一堆东西 摆上了框 全部都要继续它 然后继续一针 你不用把它解开的结 你当作是同一条地方继续就OK了 结的稣 我们就不要理它了 我们不会用它来继续的 就照照原本的一条囧 只是继续那一条 继续续续入底针 下一行也是這樣織 第一針是不織的 最後一針一定要高針 織到結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大塊在這裡 其實結不會影響你織的方法 但它會令你右邊的針很難織 所以可能要織多幾下才會織 也沒問題的 只會織 過了結之後 基本上也沒什麼影響 織完一行之後 你會看到一面是一個鬍鬍 另一面是有一個小小的結 這就教大家怎樣用歐針去織上鬍鬍 這支歐針就織在鬍鬍旁邊的一個洞 然後把歐針幫欄穿過這個洞 即是把它穿到後面 其實歐針的用法就是帶些欄穿過一些洞 穿過一些洞 這支歐針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收針的時候不停地把它穿過很多洞 那條鬍鬍就會越來越短 而且它脫的機會就越來越小 因為如果你脫的時候要脫掉那麼多洞才叫要脫 是不是很難 其實捲了大約三四下左右 我就會收手的 已經夠了 那就剪斷它的鬍鬍 其實剩下你看到兩邊都不是很明顯 已經把東西收起來了 尤其是如果你的頸巾有其他花紋的話 就更加不明顯 然後就教大家用棒針收針 首先把兩針扮在右邊 左邊的針穿到右邊的針 軟一點的針底裡 刺個洞 然後呢 右邊的針就跟著的洞 穿過去 好 讓你們多看幾次就應該會明白了 就是左邊的針穿到軟一點的針底的洞 然後呢 右邊的針近的針就跟著的洞 這樣穿過去 收針的時候 其實就是不停地穿洞 穿洞 這樣就是的了 每次都是撥一針 過右邊的 除了第一次撥兩針之外 因為你永遠 你右邊都還有一針在 你穿完洞之後 你還有一針在右邊的 然後就向左邊拿多一針 那就變成兩針兩針這樣 所以右邊的針收針的時候 是兩針的世界 永遠只有兩針 不過我個人認為用棒針收針 其實很煩 所以我比較喜歡用勾針 勾針也是的 每次那支勾針都是持著兩針 就勾著中間的針穿到最右邊的針 這樣就穿了一個洞 然後下一針也是的 拿一針出來 勾著它穿過最右邊的針 重複這個動作 直到你勾到最後的針 勾到最後的針的時候 勾完後 你就會發現 有個圈圈在這裡 那圈圈怎麼收呢 現在就教你了 會剪一小缺針 之後抽幾條針出來 就把它打個結 在這個圈圈那裡 目的是搏長這個圈圈 等我稍後收針 那時候可以多幾針 收針的方法 跟你剛才搏完針後 收尾尾的方法一樣 都是用勾針不停的 把它勾到另一個洞裡 弄短 糟了 原來我還沒教大家 劉蘇和弄波波已經四分多鐘了 我還是剪多一段好一點 那這一集就叫中 還有下一集 拜拜